各位两岸元胜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华为彻底的不装了 跟美国攀牌了 开始打名牌了 各位啊 最近8月16号的时候 华为手机的相关概念股 在A股市场上 纷纷掀起了涨停潮 这是为什么呢 华为在A股的号召力 向来是里程碑 去年的华为行情 同样是在8月份启动 市场预期华为的秋季发布会 到华为Mate60系列手机发布以后 市场反响超预期 当时确实是再次引爆了 相关的股票的涨停潮 对吧 那么今年到底是为的是什么呢 好吧 朋友们 今年那就更厉害了 这个资本往往是嗅觉最敏感的 这个资本呢 敏感的发现了 7月19号 华为海思官宣 首届华为海思的全连接大会 将于9月9号在深圳举行 明牌了 彻底的摊牌了 海思是华为旗下的半导体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2004年10月 前身是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主要负责研发和设计高端芯片 与核心的器件 涉及到智能手机服务器 AI等领域是国内领先的半导体设计企业 但是从2020年起 因为美国的制裁 华为从此以后低调了四年 销声匿迹 其间研发的进展如何 市场完全不知道 对吧 就是在去年华为发布Mate60手机 麒麟9000S芯片的时候 海思都完全不发一言 海思一直在做极限生存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海思可以说是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啊 带着华为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 实现了芯片核心技术 自主可控的使命 现在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了 没必要再低调了 各位看到了吗 华为的副董事长孟晚舟表示 要打造中国坚实的算力基座 为世界构建第二选择 海思今年的发布会上 升腾910C 媲美英伟达的H100的那个芯片 我估计要发布 但这还不是最重磅呢 各位啊 海思沉寂了这些年 想来这次的全连接大会的召开 意义必定是非凡的 那么这里边应该有哪些呢 就是有资本的人士猜测 说是华为海思的概念股 都已经一个月内纷纷涨停 你看见没有 鸿蒙概念股同样也都是纷纷涨停 兴闪概念股好吧 还有折叠手机概念股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近期华为的常务董事余成东 在公开场合使用三折叠屏手机的图片 被媒体进行了曝光 其实早在7月中旬 余成东就能透露 三折叠屏我们已经思考并研发了五年 这款产品终于要问世了 这款折叠屏设计上别具匠心 屏幕的尺寸预计达到10英寸 不仅具备平板的功能 可以作为笔记本电脑的替代品 核心处理器 说到了核心处理器 预计将搭载华为自研的麒麟的9100芯片 各位 这个折叠屏也是 中国的资本在关注着的一个巨大的商机 折叠屏概念股 现在也正在纷纷的上涨 好吧 敏感的资本已经嗅到了相关的味道 我看到的是 青州已过万重山 华为彻底的不装了 要跟美国的半导体界摊牌了 各位啊 我们先看看 中国现在在半导体界是有这个底气的 长江存储的董事长 现在产业显然是已经失去了摩尔定律 像过去有效时候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共识 现在共识已经没有了 因此你现在看到三星做的三纳米 它的三纳米跟英太尔要做的三纳米 也是完全不一样 也是各自定义了 以前摩尔定律最有效的时候 每一个技术节点后面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三年以后是什么样 六年以后是什么样 但现在问大家 就是三年和六年以后的技术节点是什么样 很多人是说不清楚的 因为现在是一个应用为王 同时以前的技术讲的是晶圆制造技术 现在加上了封装的技术 现在我们说的最先进的AI的芯片 价值很贵的那个芯片 实际上已经体现了 用了最先进的晶圆制造技术 还有最先进的封装技术 我们可以预测在未来的非常近的某一天 封装技术的重要性 恐怕都要超过晶圆技术的重要性 各位老有人说 说中国的那个刻石机和光刻机是两回事 你中国光刻机如果是不搞突破的话 有刻石机也没用 可是中微的董事长 尹志尧 他可不这么说 大伙子仔细听听 其实中国的光刻机已经获得了突破 不然的话华为的芯片做不出来 可能有个误解 认为EUV光刻机一上阵的话 马上可以做到10纳米7纳米 不是这样的 因为它的波长13.5纳米 所以有个物理极限 所以再往下做 就要靠等力机刻石机和薄膜的多重模板效应 来把这个10纳米5纳米 3纳米2纳米做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呢 等力机刻石和化学薄膜是增长最快的这个设备 而且会成为最关键的设备 也是市场那个最大的设备 陈董事长是怎么说的呀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 光刻机现在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中国的那个光刻机 现在就是14纳米 我用刻石机和薄膜技术 也可以做出来3纳米2纳米 明白了吗 关键的技术 现在是在中国自己的手里边 各位明白了吗 你看看中国在芯片上 和半导体上 现在是接连的突破 又是新型的带化家激光芯片量产了 达到量产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个突破呢 是可喜可好的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我们国家光电池 这个气线的高质量发展 是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 这个淡化家 淡化家激光芯片 有人说 这不就是手机充电器里用的吗 狭隘了啊 不光用在充电器里边 它的意义就在于 可以以极低的功耗 和极低的发热量 来输出极大的电流和电压 大伙明白这道理吗 何止用在手机的充电器里边啊 导弹 超音速飞机 而且 这个是用的 钻石芯片 明白了吧各位 有中国的 这个博主透露 博主透露说 华为的 麒麟9100芯片 已经开始量产了 跑分都透露出来了 单核的跑分 和多核的跑分 与8真3相近 跟那个高通的 骁龙8真3相近 这最先进的啊 手机系统最先进的芯片 现在啊 如果配合鸿蒙系统的调效 又能够优化提升 30% 就是已经可以媲美 最先进的手机芯片了 麒麟的9100芯片 啊 就现在的这个芯片的生产设备 能生产出这样的 这个 这样 可以说是 如此这个功效的芯片 你瞧瞧中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能 一旦是被美国逼出来的话 这美国自己 还有活路吗 各位 所以说 大伙明白了吧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华为 华为和中国 用不着装了 因为装 也没必要了 以前的时候 装 是为了示弱 啊 说美国呀 不要那么紧的 去 这个逼迫了 到现在 美国把所有的手段都用尽了 中国在所有的领域都突破了 那就 不装了 打名牌呗 是不是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